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4年4月29日 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 还是跟大家来聊一下呢 跟中美博弈相关的发生的几件大事啊 首先呢 中国已经公布了 应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邀请 还有匈牙利的这个总统 以及总理奥尔班的邀请 还有塞尔维亚的总统伍奇奇的邀请啊 习近平呢将会对欧洲进行访问啊 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呢 欧洲的一通这个骚操作啊 那么这个骚操作呢 很显然啊 是在美国的主使和要挟之下 鼓动之下而发生的 那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闹剧呢 就是呢抓间谍啊 就是抓间谍 而且呢 特别奇怪的是呢 他们欧洲这个抓间谍啊 抓的都不是中国人啊 都是他们自己人 而这些间谍呢 说是都是中国间谍啊 现在中国难道说 对西方进行这种间谍活动 都不用中国人了 而是用西方他们的自己人吗 那么这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啊 美国之音报道说 英国官员星期五 也就是前两天啊 正式对两名涉嫌为中国 从事间谍活动男子提出指控啊 这是欧洲国家 逮捕疑似中国情报特工一系列行动中的最新一级啊 你看啊 美国之音啊 他都没有底气啊 用的词呢 就是疑似啊 就说明非常站不住脚了呀 他为什么用这么一个词呢 他倒不是说对我们中国和中国的这些个网民们有所交代 怕我们质疑他哈 他是怕他们自己的这些民众啊 自己民众就觉得说这么荒唐的事情 你难道还信誓旦旦的在这说吗 所以用这个疑似两个字啊 然后呢 就说这个细节是怎么回事呢 说这两名英国男子都是谁呢 一个呢 就是来自伦敦的29岁的克里斯多福卡什 和牛金骏的32岁的克里斯多福贝里 非常巧合啊 这两个人的名字都叫克里斯多福啊 他们两个呢 就被指控于2021年至2023年的2月期间呀 向中国提供了对英国的安全和利益有害的信息 违反了英国官方保密法啊 这两个人呢 星期五啊 在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的时候呢 被指控呢 相互联系啊 说他们两个是有联系的啊 他们俩的名字都一样的 信是不一样 一个是29岁的卡什 一个是32岁的贝里啊 说是相互联系 并且与一名被怀疑是中国情报人员的人保持联系啊 保持联系就是问题吗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啊 说近期啊 欧洲传出多起有关中国间谍活动的案件 德国啊 在星期一的时候呢 也逮捕了三名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和泄露军事技术信息的德国无敏 德国当局还另外逮捕了一名 极右翼欧洲议会议员的一名助手啊 是一个极右翼的一个欧洲议会议员 他的助手啊 也被指控是中国的见底啊 那么美国之音接着说呢 说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表示啊 说这个卡什和贝里面临的指控是 无中生有和恶意诋毁 是英国的反华政治操弄 我认为就是这样的啊 这不仅是英国的政治操弄啊 这而且呢 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啊 是英国讨好美国啊 英国积极配合美国的一个操弄啊 然后呢 说伦敦警察厅反恐总指挥多米尼克莫菲 告诉美联社 这些指控是对于非常严重的指控 进行了极其复杂的调查的结果啊 卡什是谁呢 他曾经是执政党保守党安全事务国务大臣 汤姆图根达特 这个图根达特 大家还记得吗 这是被中国所制裁的美国的一个官员啊 这个卡什呢 就是这个图根达特啊 创立的中国研究小组的总监 并且呢 得到了议会职员证件啊 他被命令不得进入议会 或与下议院议员联系啊 我估计呢 这就是他们内部产生的分歧啊 图根达特呢 疯狂的反华啊 然后呢 可能他内部有人呢 就看不过眼 意见不同啊 然后呢 就进行这种操作了啊 就给你灭掉啊 就好像呢 我在加拿大啊 我对加拿大的议员呢 是有意见 当然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啊 就是有意见也没用啊 什么用也没有 假如呢 我也是加拿大议会里面的一个议员啊 或者是呢 我是那个反华议员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啊 如果我再发表我现在的这个观点啊 如果是试图去说服他的话呢 那么他就会给我扣上这个间谍的帽子了啊 这是卡什啊 那么贝里是怎么回事呢 说贝里啊 则是牛津的一名学者啊 他是一个学者啊 自2015年起呢 在中国任教啊 2015年到现在都快十年了 在中国任教将近十年 说这两个人啊 在伦敦出庭以后 获得了保释 并且获释 获得了保释并且获释啊 就是因为获得了保释 所以呢就是啊 不再拘押他们两个啊 他们呢将于5月10日出庭 参加初步的听证会啊 他这个人啊 这个贝里啊 他32岁啊 在中国已经是任教快要十年了 也就是他从22岁他就在中国了 现在呢被指控说他是间谍罪啊 那么他从22岁就在中国 十年了在中国啊 那英国在他手里面 能掌握什么样的机密呢 然后这个卡什啊 就是图根达特的那个 中国研究小组的总监哈 他呢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但是呢贝里和他的律师呢 没有提供公开的声明啊 说英国和欧盟的官员 就中国秘密活动所构成的威胁 发出警告啊 英国国内安全机构军情武处 麦哈洛姆在2022年警告说啊 中国将目标瞄准英国政治领导人 试图对他们施加影响 上个月美国和英国政府宣布啊 对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 实施新的制裁 两国都指责黑客 按照中国政府领导层的指示 从事了一系列的针对英国选举监督机构 以及美英两国议员的恶意网络活动 不过中国国家安全部随后回应说 有关中国黑客的信息 是美英政府合谋诬陷 并称美英才是臭名昭著的黑客帝国啊 美英是黑客帝国 这个毫无疑问啊 他自己都说了 他们美国的那个CIA的局长就说啊 说是十年前啊 美国在中国部署的间谍网呢 就被中国政府给捣毁了 但是我们也不气馁啊 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 来重建我们在中国的这个间谍网啊 那么这个间谍网呢 就是一方面他会派出他们自己的人 另外一方面呢 他会花很多的钱来在中国用那些个恨国党啊 有些恨国党呢 一不小心就沦为了美国的间谍啊 有的人还不知道呢 上一次我就跟大家说了啊 有一个爱国博主采访一个那个恨国党啊 恨国党呢 他号称是属于那种那个键盘侠啊 他认为他只是一个键盘侠而已啊 他就是在网上替美国在网上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当中呢 来攻击 反正听从美国的指令了啊 他让你去攻击谁 你就攻击谁啊 他让你说什么话 你说什么话 你就是一个键盘侠啊 然后呢 会给你钱啊 就那种啊 都认识不到自己的这个事情违法的 他说他这个事不违法 他这个事大了 还不违法 那么说白了啊 其实各个国家其实都有间谍了 怎么会都没有间谍呢 对不对 肯定有间谍 你得知道啊 其他的国家都在干一些 密谋一些什么东西啊 对中国不利的 密谋想搞中国 他们想干什么啊 你这个你都得知道 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呢 美国就老是呢 说啊 中国破坏他们的这个大选啊 中国硕实在的 对英国的大选 对美国大选 加拿大的大选啊 澳大利亚大选 其实没有兴趣 为什么说没有兴趣呢 因为他两边啊 对于中国来说啊 都是这个乌鸦一边黑啊 一边一边黑的乌鸦 没个好的 就跟这个拜登刚上台的时候呢 伊朗的总统所说的话啊 说这有什么好说的啊 美国无论是谁上台啊 有什么不同啊 走了一个不带口罩的 来了一个戴口罩的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对伊朗绝对不会啊 有什么好事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 只能是比着坏啊 不会有任何的好处啊 就是这样的 中国呢 一再表明说 我对你那个大选是没有兴趣的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为什么说 他们又在搞所谓的间谍呢 搞一些事出来啊 他就是习近平现在要访问欧洲了呀 然后呢就搞一些这些攻击中国 诬陷中国的这些事啊 让习近平呢 在还没有来的时候啊 身上呢就被这些阴影所笼罩啊 给习近平一些压力了 但是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 习近平这次对欧洲的访问呢 当然是寻求和欧洲进行合作的啊 那么到欧洲去呢 是受了这个法国的邀请 匈牙利的邀请和塞尔维亚的邀请啊 在东欧这个阵营里面呢 我们就知道啊 匈牙利和塞尔维亚是和中国呢 一一贯之一直都比较好的啊 法国呢 是在西欧里面呢 是跟中国啊 因为利益的原因吧 愿意和中国合作的啊 按说德国呢 其实他也是寻求和中国合作的啊 但是呢 德国啊 因为他是一个小政府啊 因为他是三个党组成的政府 你想想啊 他这个总理塞尔维啊 他这个底气啊 就特别的不足啊 他自己呢 就算是啊 再想做一些事情 有的时候呢 他坚持不住啊 包括马克龙啊 别看呢 他是一个直选的总统啊 他也没有那么硬气啊 在面对美国的时候呢 也没有那么硬气 因为呢 他们的命运也把握在美国的手里 美国呢 经常是能够对他们进行要挟的 然后一腰斜啊 完了 就屈服了啊 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呢 就是在俄乌战争的初期 对吧 德国是什么态度呀 德国说呢 我们不参与这里面啊 我们德国不会给他提供武器的啊 就是防御性的武器啊 只要是武器 我们就不会提供啊 我们卖出去的那些武器呢 其他的国家购买的我们德国的武器呢 我们呢 也不允许啊 提供给乌克兰 这是不是就是德国一开始的态度啊 可是你现在你看呢 现在给乌克兰提供的这个武器啊 最先进的 量最大的啊 最凶残的 最有力的武器 就来自于德国啊 是不是 就完全就变了呀 为什么就变了呢 就是他受不了这个压力 那么另外呢 就是法国也是一样啊 法国的例子是什么呀 最明显的就是 这个马克龙啊 就是在美国提出来说 对汽车行业进行大力补贴的时候呢 哎 马克龙觉得说呢 哎 我一下子就抓住理了 对不对 我可以到美国去理论理论 因为之前的时候 美国还指控说 欧洲啊 进行补贴 那你现在你美国的补贴 可比我们的补贴的这个程度 要高多了呀 那你这么明目张难的 对不对 你只准周冠放国 不准百姓点灯 我就是看看你怎么说 你还能怎么说呀 你现在你肯定是理屈辞穷了嘛 没想到啊 马克龙气势汹汹的去了啊 结果呢 念头大脑的就回来了 据说是吃了一顿龙虾啊 说美国从来都没有那样招待过别人啊 他们的国宴啊 他不花那么多钱啊 给你吃龙虾啊 就给你吃个汉堡包就得了 对不对 他不用是好吃好喝去招待别人啊 我就是给你吃什么 你都得开开心心的啊 你只要是在我华盛顿吃饭了啊 在我白宫溜达了一圈了 你就觉得是无上的光荣了啊 但是呢 马克龙去了以后呢 招待他吃龙虾啊 当时在美国内部还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 说凭什么给马克龙吃龙虾 对不对 然后呢 还送他一个小镜子啊 哎 他就粘头大脑子就回来了 那么就是德国和法国啊 在美国的淫威之下啊 屈服让步的 呼声声的例子 其他的还用说吗 其他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到哈 美国呢 这通操作在之前的时候 他还提出来说呢 就是中国这个产能过剩这事啊 现在又搞了这么一个突破口啊 他觉得呢 从这方面啊 突破 我来攻击你呢 可能会比较有效啊 你现在不是在电动车行业 异军突起吗 你不是在太阳能方面 你异军突起吗 那么我现在呢 我就来攻击你啊 你现在呢 就是这个产能过剩 向这个世界倾倒你们这些低价的这些产品 会破坏我们的工业 那你卖的这么便宜啊 我们的很老贵 谁还会买我们的啊 只能买你们 不会买我们的啊 那不会买美国的 你欧洲的那么老贵的那些 就会买吗 就以这个啊 来拉拢欧洲 对不对 那么他现在为什么又搞这个间谍这个东西啊 好像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个声音并不是特别大 为什么呢 就是他不太有说服力啊 不太有说服力啊 这个没有说服力啊 还不用说特别的专家来抨击他 普通的民众呢 很容易想通这个问题啊 觉得你站不住脚 为什么呀 因为呢中国啊 作为一个出口型的国家 对吧 它是一个世界工厂啊 那么他在造这个汽车的时候呢 他肯定不能说光考虑中国国内的需求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是为了出口的呀 全世界都需要价廉物美的汽车呀 中国的现在这个汽车呢 却又好是又便宜啊 现在最受益的是谁呢 就是俄罗斯啊 俄罗斯之前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的看重这个西方的产品啊 俄罗斯你别看之前哈 他一直都是受到西方的打压 但是呢 俄罗斯人他们甜美的仍然是很多的 在他们心里面还是西方的产品好啊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尤其是自从俄乌冲突 美国打压这个俄罗斯啊 就跟俄罗斯切割啊脱钩对不对 就是我产品我也不卖给你了啊 我就全方位的制裁你 你的产品我也不要 包括你的猫对吧 我都不要了啊 然后我的产品呢 我也不卖给你啊 包括麦当劳对不对 包括那咖啡店就全部都不给你了啊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以为会把俄罗斯给他孤立死啊 但是呢 他没想到你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么中国产品就进入到了俄罗斯了 那么俄罗斯人在这种情况下啊 不接触中国产品的时候呢 他简直就不知道啊 以为中国的产品呢 就是美国宣传的那样啊 都是一些便宜货啊 便宜美好货啊 老外也是这么一个思维了 便宜美好货啊 你那么老便宜 那能好得了吗 结果呢 中国产品一进入不要紧啊 这个俄罗斯是欲罢不能啊 现在觉得中国的这产品不要太好啊 包括这个中国的汽车啊 中国的汽车现在基本上在世界上 反华不是特别的严重的国家呢 是越来越多了啊 人们通过用中国的汽车呢 觉得中国汽车不要太好啊 那么我们再说回来啊 就是这两天啊 在中国召开这个北京车展啊 在这个北京车展上面呢 这个热闹的气氛啊 就反映出来中国的消费能力 中国人对汽车的这种需求啊 这个反映出来什么呢 什么叫产能过剩啊 产能过剩就是产大于虚了啊 你没有需求光有产能 这是过剩了啊 那么是不是过剩呢 我就看到这个环球时报啊 就写了一个社评啊 这社评是说 为何北京车展上看不到产能过剩啊 那么这篇文章呢 我给大家读一下啊 这篇文章就说了 时隔近四年啊 2024年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4月25日拉开了帷幕啊 1500多家参展企业 278款新能源车型 117款全球首发车型 163场新闻发布会的规模啊 展示了中国国内 以及全球汽车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也以最生动鲜活的场面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为何领先 以及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什么 早上在门口排队40多分钟 才挪到了展厅正门啊 展会餐厅从没见过这么多人 排队买饭吃 一些车企展厅前面被围的是水泄不通啊 各大车企的网红掌门人亲自上阵 拉流量比营销 这些都是今年北京车展现场火爆程度的具体表现啊 尤其是此次车展上 中国国产自主品牌成了中流砥柱 新能源汽车站到了舞台的中央 比亚迪等品牌的展台只见人不见车 人们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将推出哪些新车型 新技术充满了期待 不少人注意到啊 这次车展上的外国人明显的变多了 外国汽车制造商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宝马呀 奔驰呀 奥迪呀 均带来了豪华参展阵容和车型 跨国车企业高管们不仅过来推荐自家的产品 更多的则是在仔细研究中国新能源车的技术和设计 相当数量的海外经销商 供应商 媒体 甚至车主都前来观战 一段韩国人观察中国新能源车的视频 在网上火了 中国社会对此报以非常开放的态度 开放本来就是北京车展的宗旨之一啊 在传统的燃油车时代啊 中国汽车工业总体上是扮演着追赶者的角色啊 但是从未放弃过自主品牌 自主创新的努力 依靠多年探索获得的技术积累 依托中国庞大的现代化产能优势 工程师弘历以及国内市场 中国车企在汽车从燃油向新能源转型的历史机遇当中 博得了先机 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首次超越日本 请注意啊 就是出口超越日本啊 不是说包括中国国内的这个销量在内的总销量 而是呢 只说出口这方面啊 首次超过了日本啊 2023年 位居全球第一啊 2024年一季度 中国汽车出口是132.4万辆 同比增长了33.2% 继续保持了这股势头啊 那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你读到这里啊 就截止到这里啊 我们看到了说同比增长33.2% 就是美国为什么这么疯狂的啊 来鼓吹中国的产能过程论啊 来污蔑中国的汽车呢 就是一个便宜货 就是一个破烂货啊 根本其实就不是便宜是便宜 但并不是破烂货啊 现在呢 我们就看到啊 中国人一个现象 以前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的这个重阳媚外的 喜欢洋货啊 就是一个货 哪怕就是我们国内产的啊 就写上一个出口转内销 然后呢 就比其他的货呢 就更受欢迎啊 如果你纯粹就是洋货啊 就是出口的 或者是呢 在德国产的啊 或者日本产的啊 日本原装什么之类的啊 中国就追捧啊 那么美国说啊 中国是产能过程 也就是说呢 中国的消费不行啊 中国呢 在今年是搞了一个拉动内需啊 然后呢 就攻击啊 中国的内需需要拉动啊 中国的老百姓啊 第一是喜欢攒钱啊 有钱不花 第二呢 中国人就没钱收入低啊 实际上是这样的吗 那么我们就看到啊 之前的时候 就是中国那会儿 还没有现在 中国是越来越发展的 对不对 中国的收入还没有这么高的时候呢 中国人就是在全世界买买买 对不对 那些个世界上的大品牌啊 他们呢 都纷纷的涌入中国 对不对 加拿大俄不是还希望到中国去吗 我那会儿不是还说呢 我就征求这个网友意见啊 就是呢 我不是一个炒股票的 我不是一个股票专家 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加拿大的俄现在这么活 现在他要进入中国 是不是现在他的股票呢 就应该买入了呀 因为中国那么大市场 他一旦进入的话 中国那么大的市场打开以后呢 他的股票还不得疯涨啊 我那会儿这么说的啊 我说我这种感觉对不对啊 那么有炒股的网友就说 你这感觉对极了啊 就是对市场的评估呢 就是这样评估的哈 结果呢 大家知道不知道 就是加拿大俄到中国市场以后啊 不被买账 不被买账啊 中国的消费者 觉得说你加拿大俄不就是一件羽绒服吗 我们又不是说没买过羽绒服哈 我们已经穿羽绒服穿了这么多年了 你加拿大一个羽绒服 你就买上万 这也太黑了吧 结果中国不买账啊 到现在加拿大俄都没有成功的进入中国市场 反而呢在中国是一个这个过街老鼠啊 被人们骂啊 没有站得住脚 没有扩大 反而呢是现在有一点是差不多全退出了吧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对这个大品牌啊 不买账了 从服装到日用到现代的汽车 你到中国去看看啊 开国产车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大家都开这个国产车 而且呢 你看那网红啊 专门是有这种驾车体验的这种网红啊 他们特别推崇啊 特喜欢国内生产的这个车哈 我们有很多人不是很了解中国这个电动汽车 可能你就知道个比亚迪啊 可是国内啊 这个电动车品牌 啊 有好多啊 包括红旗也有这个国产车 红旗的电动车特别受欢迎 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它的外形咱们就不必说了 习近平都看着他红旗到美国啊 这个拜登一眼就看上了这个红旗车 哇 他说这个车啊 nice car 然后习近平呢 当时啊 就特别的骄傲 特别自豪的说 这是红旗 我们中国国产的 可好了 来来来 内部我也打开给你看一看啊 就拉着老拜登来看看 他那红旗车的内部啊 就特别的逗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上一次习近平 到美国去啊 就是呢 中国的这个电动车啊 你看他这第一季度出口 对不对 增长了33.2% 所以美国现在得使劲打压啊 这玩意不给你打压下去的话 还有我们的活路吗 对不对 好 另外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啊 这两天啊 还有一个更令人意外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这个马斯克哈 昨天啊 大星期天呢 他突然呢 跑到比京去了 令全世界呢 倍感意外 我的天哪 怎么突然开着他那大飞机啊 开着他自己那私人飞机 就到比京去了啊 中国也公布了啊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星期天的时候 加班啊 会晤了这个马斯克呀 并且啊 向他表示啊 向他表示 也就向全世界表示说呢 说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 可以被称为 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典范啊 那么中国的官媒呢 也纷纷的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面说啊 说这个马斯克呀 向李强表示说 由于中国团队的努力工作和智慧啊 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 是公司表现最佳的车厂啊 这一点我们大家全都知道了 另外呢 美国的媒体啊 路透社也表示说啊 说根据航班跟踪软件的显示报道说 马斯克的私人飞机当天飞离北京 对中国进行一次令人意外的访问 这是中国还没有发布消息之前啊 路透社就知道了 他们用这种跟踪软件 跟踪马斯克的飞机啊 发现 哎 他去北京了 然后呢 全世界都在猜 哎 马斯克这次到北京去干嘛呀 路透社引用啊 有知情人士 报道说啊 总是有那些知情人士啊 报道说啊 马斯克此次访华 并寻求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会晤 目的就是希望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软件 并且寻求中国政府批准其将数据传输到海外啊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到中国来呢 就是两件事啊 第一件事呢 就是在中国呀 推动他的全自动驾驶啊 就是马斯克的那个车呢 要推行全自动驾驶了啊 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是要没人了吗 我们知道呢 之前的时候那个自动驾驶呢 你得有一个驾驶员坐在那方向盘那个地方啊 就跟着坐着啊 你什么都不干啊 但是你就跟着坐着 万一出现意外的话啊 好干预是不是 那么现在呢 他要推动全自动驾驶 就说不用人了吗 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不管是怎么样的啊 反正呢 现在他这个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了啊 那么这种全自动驾驶 这种人工智能 或者叫机器人啊 他都需要训练 需要培训 需要提高 需要锻炼的啊 那么这个呢 是靠什么的 他要靠数据啊 所以呢 外界就猜测啊 他第一呢 他要在中国推行这个 当然他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呢 已经在推行这个东西了啊 那么对于这个机器人的培训呢 数据是越大越好啊 现在马斯克的这个数据 在中国的这个数据呢 他是中国政府给他规定啊 你只能留在中国 不可以离开中国的 不可以离开中国啊 那么这样一来呢 中国这个大数据 和美国的这个小数据 就不能够融合在一起啊 他如果是能融合在一起的话 对培训他的机器人是更有利 对吧 我好像讲的太多了吧 有网友有时候给我提一件啊 说韩美 你也不是什么专家 你就点到为止了哈 我们又不是小孩子 你说的那么浅浅干什么呀哈 点到为止 我们就明白了好 那我说到这儿 你就明白了啊 就是说他需要这个大数据的 那么现在呢 就想把中国这个大数据呢 让中国政府同意啊 能够输出到美国 那么这件事情中国能同意吗 能同意吗 他这些数据如果是输出到美国的话 那么不会泄密吗 不会泄露中国的机密吗 那么这件事情啊 肯定是中国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了啊 那么现在马斯克到中国来啊 大老远呢开着他自己大飞机来了哈 他能来一定是有他的可能性吧 如果说完全没有可能性的话 他来干嘛呀 对不对 我估计啊是有可能性的啊 如果说中国政府能考虑把这数据呢 可以输出啊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啊 如果你想说全球的数据合到一起 来培训你这个人工智能的话 那么你把美国的数据输出到中国呗 对不对 你是不是到中国一样能培训啊 那么如果说中国政府能考虑说 你这数据好 你可以和你美国的那部分呢 融在一起啊 那么中国能摆给他吗 一定不会摆给他 对不对 那么中国管他要点啥呀 马斯克有啥呀 我想呢 这都是中国政府和马斯克之间 进行探讨的问题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高见啊 欢迎大家留言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第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最近这两天啊 俄罗斯呢 对美国反制了 是在金融方面啊 那么美国前一阵子呢 说是冻结了俄罗斯 在美国的大银行摩根大通的 4.375亿的存款啊 那么我看到俄罗斯方面呢 是专门针对这一笔冻结的资金而来的啊 也同样冻结了摩根大通在俄罗斯的 4亿美元的存款啊 那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了啊 其实呢 在美国手里面 有俄罗斯的资金 俄罗斯手里面呢 也会有美国的资金啊 如果你冻结俄罗斯的资金的话呢 俄罗斯同样的也可以冻结你啊 那么由俄罗斯呢 我们联想到中国啊 我们很多人呢 都觉得说我们中国呢 吃有那么多的美债啊 那么这个呢 会让中国比较被动啊 美国很有可能吃掉中国的这些个美债啊 咱们且不说呢 这些美债 如果美国真的是赖账的话呢 对他自己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啊 主要就是在信誉方面啊 如果你没有信誉的话呢 你在信誉方面的损失啊 要大于这笔钱本身的数量了 另外呢 前两天我看到 美国有一个智库啊 他算了一笔账啊 他说呢 如果说中国和美国四破脸的话呢 那么在金融方面 是美国怕中国还是中国怕美国啊 他就从中国持有美国的这个美债 中国在美国的资产 等等的这些加起来一个数额 同时呢 那么美国其实也持有中国发行的各种的债券啊 他们也是持有的 不是说美国政府持有啊 美国的一些企业啊 一些个基金组织 他们也同样的会持有中国发行的一些股票了 债券了等等啊 这些 那么同时呢 美国的资本在中国的投资啊 这些也都是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啊 那么中国在美国手里的资产的总数额和美国在中国手里的资产的总数额呢 加起来啊 从数上来看呢 其实是差不多的 那么美国的这个智库呢 到最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得出来的结论呢 在金融方面 美国实际上呢 并不是说就占有先机啊 同时呢 中国现在还在抛美债 对不对 前两天已经跟大家说了 截止到2024年的2月份呢 中国手里面所持有的美债呢 已经降到了是7750亿了啊 同时让美国比较害怕的呢 就是中国现在在狂买黄金啊 我看到有的网民呢 就是说啊 中国是不是傻吗 现在黄金这么老高啊 你买黄金不就是吃亏吗 你得知道这个黄金它是怎么高的呀 就是因为呢 买入的一方呢 力量很大啊 而造成了这个黄金的价格上升 其实现在呢 在买入的啊 中国是最大的一个买家 但是中国不是唯一的一个买家 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在买入的黄金啊 这就说明了啊 大家对美元是不信任的 对美国是不信任的 大家就觉得呢 还是黄金这个硬通货比较靠得住 那么再加上中国呀 俄罗斯啊 金砖国家呀 都在推行另外的一个货币啊 实际上呢 就在去美元化 这些呢 都让美国非常的害怕 换句话说呢 美国所依赖的这个美元霸权啊 恐怕很快啊 就要依赖不了了啊 这棵大树呢 美国可能是靠到头了 这棵大树要倒了啊 好 第二方面的新闻呢 就关于这个中东方面了 中东方面呢 前两天啊 就有一个消息啊 就是美国呢 首次宣布说 要对这个以色列进行制裁啊 这个制裁呢 实际上是制裁 以色列的一股军队啊 那么美国制裁的这个手段呢 就是美国呢 在上周所通过的那个巨额的军事援助的法案啊 其中呢 有260亿啊 是援助这个以色列的啊 但是呢 要把那个部队呢 排除在外 为什么要把那个部队排除在外呢 说那个部队啊 是在这个军事行动当中 特别的没有人道主义啊 说杀人就杀人啊 美国说呢 依照的是美国的一个法案 叫什么来西法案啊 这个法案是1999年通过的 据说这个法案是专门针对这个以色列的 说如果有的部队呢 侵犯了人道主义啊 进行这种种族灭绝的 侵犯人权的这种行为的话呢 美国不给他军事援助啊 依照的就是这一条 那么这个制裁呢 也让这个内塔尼亚胡无比愤怒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广的报道啊 法广在这篇报道里面说啊 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 周日的时候 无比愤怒的表示啊 他将与任何针对以色列军队 因为涉嫌侵犯人权而实施的制裁 做斗争 内塔尼亚胡对有关华盛顿 可能对以色列军队的 一支部队实施制裁的报道 做出了强烈反应 这支部队被指 在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前 可能就对约旦核心案的 巴勒斯坦人实施了虐待行为 内塔尼亚胡在周六的时候说 在我们的士兵与恐怖怪物战斗的时候 对以色列军队的一支部队实施制裁的意图 是荒谬至极的 是对道德的侮辱 以色列军队绝不能受到制裁 他说呢 如果你们认为可以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部队 实施制裁 我将采取一切手段来回应 不知道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回应啊 那么我看到中东的一些专家就说呢 说美国和以色列啊 他们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啊 他们之间的分歧呢 实际上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啊 积累的是越来越多啊 原因呢 就是在很多方面 美国和以色列 他们的宗旨 他们的策略啊 都不相一致 以色列呢 在很多的时候 如果美国给他的指令 和他自己的这个利益 他认为的利益 不相一致的话呢 他是无尿这个美国的啊 那么美国也因为 以色列呢 不那么听话啊 美国呢 也特别的恼火啊 好 这是一条新闻啊 第二条新闻呢 也挺轰动的啊 就是呢 发出这个逮捕令 会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呢 对他们进行通缉啊 在之前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啊 曾经发出来了一个逮捕令呢 就是对普京的这个逮捕令啊 那么现在呢 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啊 又要对以色列的这三个人呢 发出这个逮捕令 我想再次的说一下啊 大家不要混淆了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和海牙国际法庭啊 这两个机构啊 海牙国际法院呢 它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啊 但是国际刑事法院呢 并不是联合国的一个机构啊 那么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呢 它是一个政府间通过签约的一个方式成立的这么一个行事法院啊 那么以色列呢 并不是一个缔约国 美国也不是一个缔约国 中国也不是一个缔约国 另外呢 还有伊拉克 利比亚 卡拿尔 还有也门呢 都不是缔约国 那么在1998年7月17日啊 在对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罗马规约进行投票的时候呢 有120票的赞同 7票反对啊 其中的7票反对呢 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7个国家 其中有中国 美国和以色列 这三个国家 剩下的4个国家 都是阿拉伯国家 包括伊拉克 利比亚 卡拿尔 还有也门啊 这7个国家 但是在之后的时候呢 俄罗斯宣布呢 退出了这个规约 所以俄罗斯现在呢 也不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 但是这个国际刑事法院 他可以对全世界任何国家 行使他的这个判决 他要通缉谁 这个通缉谁 他要逮捕谁 他就逮捕谁啊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之前的时候 他要逮捕普京啊 现在呢 他要逮捕这个 内塔尼亚胡等这三个人啊 就是这四个人啊 如果他到了那些个成员国的国家的话呢 那些成员国有义务来逮捕他 有义务来逮捕他 但是呢 如果他到了非成员国啊 他到了中国啊 中国就没有义务来逮捕他 那么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个逮捕令呢 当然内塔尼亚胡也表示了愤怒啊 他肯定是非常的愤怒 但是同时啊 美国的媒体报道说 内塔尼亚胡现在呢 非常害怕 说是 他当然会害怕了啊 因为还有很多的国家他不敢去啊 如果他去的话 那些国家就可以抓他 然后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美国的这个校园抗议的这件事情啊 美国的校园抗议呢 还在进行当中啊 根据一些媒体的只言片语来看呢 还在进行当中 但是呢 很少有媒体报道哎 如果你在Google里面查的话呢 你几乎查不到相关的信息啊 只能查到一些只言片语啊 就是说 美国的国民自卫队啊 已经进入了校园啊 防暴警察已经进入校园啊 逮捕了几百名的学生啊 等等啊 这项的用语啊 反倒是呢 美国之音啊 头版头条啊 就发布了一个报道啊 说是呢 中国网民 借美国校园抗议啊 当起了民主教师爷 以前的时候呢 我们中国就老说哈 美国老是给别人当教师爷啊 现在呢 美国说啊 中国人现在给美国 当民主教师爷啊 他说是呢 在中国的官媒的诱导之下啊 说那个中国的网民啊 很关注美国的这个校园抗议啊 并且对美国的人权和民主啊 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啊 说这是中国惯用的一个 两手策略啊 说这个布林肯去的时候呢 说谈得好好的啊 一方面寻求和美国合作啊 另外一方面呢 就展现出来的反美反民主的这些个行为啊 我觉得他们说的这话呢 好像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啊 中国呢 从来啊 都是寻求的是合作共赢的 中国从来都没有说去攻击你美国啊 你美国的校园不是你自己发生的吗 美国还有这议员就甩锅啊 甩到中国的头上 对吧 我前两个视频已经跟大家说了 当福克斯的电视台采访他们的一个议员啊 还是一个官员的时候呢 他就说啊 这里面呢 就是中国在背后支持的 那么当时那个福克斯的主持人啊 都吃惊不小啊 瞪大了眼睛说你有证据吗 然后他就张口结舌啊 他说你想想都知道啊 这里面肯定是中国的资本在背后支持的 但是呢 我知道像这样的大规模的抗议啊 是需要资金的啊 是需要这个组织者和资本的呀 但是呢 现在啊 美国这次的这个校园运动啊 是谁在背后支持呢 我想呢 应该是拜登的对里面吧 是他的政治对手啊 那么拜登是民主党 那么他的对手呢 就是共和党了啊 那么现在美国正在大选 对不对 那么大选期间呢 这两党之间互相攻击啊 这都是常有的事啊 这都是正常的一个事啊 见怪不怪的一个事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上人都知道 对不对 那么现在啊 美国这个大学校园里面 这种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个声音呢 也让拜登啊 非常的苦恼 苦恼就在于啊 像这个以色列啊 已经成了拜登的一个负资产了呀 本来啊 那些事啊 都是以色列做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这些大学生啊 就不找以色列说话 我就找你拜登政府 对不对 那么眼瞅着就要进行大选了 如果投票的时候就这些人 能投他的票吗 那是不可能的呀 现在据这个民调显示啊 就美国的这个年轻人啊 就有70%的人啊 都支持停火 要求马上停火 只有10%的人啊 就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啊 那么你现在拜登政府 在支持以色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 那么你很有可能就失去这部分的票啊 所以说呢 拜登政府现在啊 才勉勉强强的 邮报琵琶半遮面的 推出来说 要制裁这个以色列啊 制裁他也不可能制裁那台尼亚湖啊 他就去制裁他的一个 一小股部队啊 说那股部队啊 他是有种族灭绝啊 有侵犯人权啊 其实是那股部队啊 而且我刚才给大家读了哈 法国的那个报道里面说哈 美国所指出来的说 这股部队哈 是在10月7号之前 在越旦河西岸这个地方呢 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了一些虐待性的军事行动啊 那么在加沙地区呢 对不对 连联合国的那个人道主义人员都被杀了呀 有很多的记者都被杀了呀 这些个种族灭绝啊 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制裁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就是拜登啊 现在他是左右为难啊 他一想到自己的选票要失去了啊 就非常的着急 但是呢 如果他要把这个锅 这个包袱给甩掉 怎么能甩掉 你就得跟他割习 对不对 你就得跟他断绝 对吧 但是呢 和以色列世界能断绝吗 又不能断绝 对不对 还给了他那么多的军事援助啊 现在就搞了一个 说他的那个什么什么营啊 他有这行为 你想想美国的选民啊 他们是傻子吗 他不知道你耍的是这个小手腕吗 我看这个拜登啊 现在有可能是因为以色列的问题会断送掉这次的大选 除了这个校园抗争以外啊 有很多民众啊 他都是自发的 比如说纽约市的市长啊 他去佛罗里达度假 完了以后啊 他坐飞机回家的路上 在这飞机上呢 就被一个民众认出来了 那个民众上去就骂他 用脏话骂他 还有呢 就是参议院的领袖舒默呀 在通过了这个法案之后呢 他的家里面每一天都受到了包围 人们就在他家门口啊 跟着聚集 跟着抗议 我看到BBC的报道啊 他用了这样的一个用语啊 他说这是越战以来啊 头一次看到美国的民众如此的反战 下一个新闻呢 是来自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啊 今天他们在网站上发表了一个新闻稿啊 这新闻稿呢 就是说中国的海警船呢 在这个钓鱼岛啊 对日本的国会议员的所谓的调查船啊 进行了拦阻啊 这件事情啊 也瞎不了这个美国之音啊 美国之音啊 路透社 法新社 等多家媒体啊 都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报道啊 说日本啊 包括自民党代理干事长 穆元成二 和前防卫大臣 稻田彭美在内的五名国会议员啊 参加了十元市政府组织的一个调查团 前往钓鱼岛进行视察啊 这个调查团呢 还表示啊 向登岛进行调查 结果呢 根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这个发言来看 被中国的海警船呢 成功的给他拦截了 那么之前的时候呢 我看到日本的报道啊 前一阵的我跟大家说了 说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的周围啊 行驶主权啊 已经有100天 日本的船只不能靠近这个钓鱼岛 那么可见呢 这一次日本的议员啊 他们就是耍大花招了啊 那么有的韩国党啊 我看到他们特别爱留言啊 现在说啊 这都是美国在背后指使的啊 这种酸溜溜的这种发言啊 那意思就是说呢 中国这些爱国的啊 都针对美国什么事啊 都往美国身上来扯啊 不是扯呀 像这事儿 它就是美国指使的呀 它就是美国所希望的呀 是不是啊 在中国的周围老是不断的出这些 妖蛾子呀 那么前一阵的时候 菲律宾不是老是出那妖子 不是前一阵的菲律宾肯定也不会停止了啊 老出这些妖蛾子类似的啊 那么日本现在又出了这种妖蛾子 这里面就是有美国的意图呀 它符合美国的意图啊 符合美国的利益啊 你说这是美国在背后主使啊 能冤他吗 一点都冤不了他 但是呢 现在的中国啊 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了 自从毛主席呢 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说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啊 那么习近平呢 在最近几年的这个阅兵当中呢 我记得提出来了一个口号啊 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现在呢 是强起来这个阶段啊 中国现在真的是强了啊 那么前两天啊 布林肯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呢 和中国达成了五项共识啊 这五项共识啊 第一项呢 是说双方呢 要在元首在旧金山达成了共识的前提下 如何如何啊 这是第一条啊 那么剩下的四条里面呢 其中一条呢 是双方要进行什么政府间的 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交流和合作啊 然后呢 还有一条呢 就是双方要在文化方面啊 具体的要派出这个留学生啊 美国要向中国派出留学生 而且呢 美国还攀比中国派往美国的留学生 说中国在美国留学生呢 好像有26万 而美国在中国的留学生说是只有1000人啊 美国的意思是说呢 中国应该接受美国大量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啊 中国说可以啊 达成共识了 我就是提醒中国政府要小心啊 这现在呢 就是中国强了呀 中国在技术方面呢 在科学方面呢 比较先进啊 这并不是说自嗨啊 用数据来说话啊 那么我前一阵子呢 我看到了一个数据啊 就是说截止到2023年底啊 中国所拥有的有效的这个专利数呢 是401万项啊 401万项啊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特别特别吃惊啊 第二是谁呢 第二就是美国呀 美国只有55万项啊 第三是日本 它只有40万项啊 就是除了中国以外啊 第三是韩国 它有27万 第四是德国 它有15万啊 那么实际上是 中国第一啊 美国第二 日本第三 韩国第四 德国第五 就是前五啊 前五除了中国 后面的这四个加起来啊 137万 中国是401万啊 你说相差多少吧 我上一个视频还说了哈 现在呢 英国和德国在进行操作 说是抓间谍啊 他抓自己的人啊 说是呢 被中国落下水的 他们成为了中国的间谍啊 可是呢 你看啊 我都不知道 这个英国 他的专利是多少 英国疫情 现在都不行了 英国 法国都进不了前五啊 前五这里面 你看嘛 三个都是亚洲啊 中国 日本和韩国 强大无比的美国啊 才55万啊 所以呢 美国现在啊 要到中国来偷技术来啊 小心啊 好 我这期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